这个墓穴面积不大 只有一百多平方米而已 墙壁和地面到处都是浮雕 人面蛇身的男性浮雕 这应该是上古将士帝国崇拜的图腾了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机关 也没有任何的出口啊 真是奇了怪了 没有任何噩梦时的按钮 也没有任何的巴掌印 什么都没有 这让他如何开启啊 如何离开这里啊 接下来沈浪又研究了很久很久 甚至找遍了每一个浮雕上的凹痕和眼睛 完全没用 难道被困在这里了 这不可能啊 江雷陛下就曾经来过这里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雪白的蛇游了过来 好熟悉啊 他直接游到沈浪的面前 昂起头和他对视 依旧是万蛇哭的那条蛇王 他甚至充满了玄环色彩 头上长着肉罐 遍体血白 在黑暗中甚至散发出了光芒 还有强大的能量气息 那沈浪记得清清楚楚啊 当时这条蛇王见到沈浪之后 直接就离开了 然后几十万条蛇也如同潮水一般离去 一副惊而远之的态度 而现在呢 好久不见呢 沈浪说完 然后伸手去抚摸他的脖颈 蛇王很傲慢 闪电一般躲避 但是片刻之后又停了 任由沈浪触碰他的脖颈 沈浪感觉到 他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戒指上 那只上古王界上 这些年你还好吗 你的子民还好吗 因为这个上古遗迹 曾经被天涯海阁占领 之后又遭到了浮屠山的洗劫 所以 这几十上百万条毒蛇 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伤害呀 蛇王没有回应他 被沈浪稍稍触碰之后 他就如同闪电一般地游走了 钻入一个洞孔之内 与此同时 棋牌上千条蛇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颜色 它们在墙壁上不断游走 咔嚓咔嚓 碰碰碰 这真像是无数索心被顶开的声音呢 沈浪完全惊呆了 没有想到这个上古僵尸木屑 竟然不是用噩梦石开关 而是用了万蛇之石 这几千上万条蛇呀 本身就是钥匙 只有感受到僵尸皇族的人 他们才会开启这里 片刻之后 一阵轰鸣 前面的衣扇门缓缓地开启了 前面竟然是一条河 地下暗河 万蛇窟上古一记内 本来就有一条暗河的 但是 这河水竟然不会流入 这上古墓穴之内 那一条雪白的蛇王 从洞口里钻了出来 在前面带路 进入了地下暗河中 囚妖儿左边扛着大巷子 右边夹着沈浪 跟在了蛇王的身后 轰隆隆 身后的墓穴的大门缓缓关闭了 在蛇王的带领下 囚妖儿带着沈浪 来到了地下暗河中逆流而上 沈浪原本还担心 会不会遇到福都山的武士啊 但是后来打消了这个疑虑 因为蛇王带着他在暗河中 游了很久很久 整整三个多时辰 速度那么快 整整地游了一二百里 早就离开了这个 上古一记的范围了 终于 前面的蛇王停了下来 前面的地下暗河 也到了尽头 一扇门挡在这里 沈浪又见到了一个奇观 这扇门看起来是密不透风的 但是水流却不断渗出 而这扇门上同样是人面蛇身的浮雕 和金刚风上古一记神庙内那个雕像啊 是一模一样 蛇王钻入这扇门的洞孔之内 开始在门内游走 咔嚓咔嚓 再一次激发了这扇门内的索性 现刻之后 这扇门直接开启了 外面就是一条正常的河流 可以直接回到地面上 沈浪望着蛇王 朝着他挥了挥手 再见 蛇王看了一眼沈浪 然后石门缓缓地关闭 他快速地朝着万蛇窟上古一记游回去 原来这蛇王 是这个上古僵尸陵墓的守护者呀 他的家族 世世代代守卫这片地灵 冲出河流 回到地面 这里是沙满族北部 也是当时驻洪雪 大火的最后燃烧之处 从这条界线往南 所有的原始森林都被烧掉了 这条线往北 所有的森林都幸存了 球一二带着是浪狂奔 他这速度太惊人了 超过了任何骏马 每一小时达到了三四百里 而且完全凭借血脉力量 而不是内力 所以几乎不知疲倦一般 仅仅一天之后 两个人就离开了沙满族领域 进入了南欧国 又过了半天时间 两个人就进入了越国天南行程境内 又过了半天 沈浪和球一二已经回到了 玄武侯爵府内 拜见陛下 参见陛下 这几百名武士 整整齐齐跪下 这里尽管是曾经的家 但是沈浪归来之后 几乎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 金卓夫妻还有金木聪 也几乎从来没有住过这里 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在怒潮城 因为木兰不在 所以这个曾经的家也不像是家的 为了避免触景生情 所以所有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 陛下 黑日台急报 有名十几万大军已经快速南下 进入楚国境内 但是却没有攻打楚国王都 而是东进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 越国王城 吴楚越 还有大秦帝国都有黑水台 而且情报几乎是共通的 沈浪刚刚回到雪武侯爵府后 那立刻派遣了一名特种武士 骑着雪雕前去怒潮城报信 正是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沈浪甚至都无法回怒潮城 这封旨意是给金军的 册封杀金为大南国王 大秦帝国的内阁首相 掌管内政 册封苏南为大秦帝国书面赴使 和兰道兰风一起训练新军 这是给雪隐的密信 务必亲手交在他手中 让大潮用最快速度来到玄武侯爵府 沈浪写出了一道道旨意 并且装入了噩梦时箱子 递给了这名特种武士 是 这名大秦帝主的特种武士 接过之后 立刻骑着雪雕 就朝着怒潮城飞去 仅仅几个时辰后 玄武侯爵府上空飞来了十几道黑影 为首的就是超声波飞行兽 他直接俯冲而下 落在沈浪的边上 片刻之后 十几只雪雕降落 上面骑着那三十几名 穿着上古卡甲的特种武士 你们派出十个人 护送这只巷子返回怒潮城 藏在大城堡之下 是 十名宗师级强者再一次起飞 带着这只大巷子朝着怒潮城飞去 而沈浪也没有停留 他和求12骑上大钞 直接振翅高飞 全速前进 目标天越成 随着他一声令下 后面的二十名宗师级强者 特中武士骑着雪雕 跟在沈浪的身后 朝着那欲国王独飞去 真是十万火急呀 一刻钟都不能耽误 报复 报复 这是盈广和福都山人宗主的共同意志 这一次他们和沈浪的博弈输得如此之惨 不仅颜面尽失 而且还损失惨重 一定要对沈浪欢迎颜色 要给他最最惨痛的打击 盈氏父子知道 就算灭掉天越城 就算杀光了宁氏王族 也不能给沈浪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却能让沈浪痛彻心扉 能够给他名誉带来毁灭性打击 沈浪和宁正关系是何等亲近呢 他和张冲便宵等人是何等亲密呀 若是将越国朝堂上所有人斩戒杀绝 那应该能够让沈浪追心之通 吐血三生吧 你沈浪只有一只龙之毁 是要用来保护弄朝城的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余力保护天越城 至于天越城的防御 在阴无名的大军面前 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要知道 他的十几万大军中 有六成是地狱军团 都是装备了上古装备的秘密军团 更别说还有一千多名空中特殊武士了 还有无数的上古巨型强弩 上古巨型战弩 越王城的防险 在阴无名的军团面前 简直比一张纸还要脆弱 而且还是被水湿透的纸 轻轻一捅就稀烂了 最多不超过一刻钟 他就能够直接摧毁天越城防线 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他的空中特种军团 就可以占领越国王宫 将越国朝堂的军臣 一王打尽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22章 神浪 你在乎太多人了 这样就注定有太多的弱点 既然金军的几万人无法成为我们的人质 那越国王都的君臣也是一样的 天越城的百姓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他们来威胁你 你在乎金军几万人 难道就不在乎宁正他们吗 行军了几天几夜 一路上经过了楚国和越国的许多城池 银无明完全置之不理 直接冲到天越城之前 而此时 越国王都天越城就在眼前了 报复最残忍的报复 银无明猛的一声令下 大军出击 将越国王城的二十万守军斩尽杀绝 空中特种军团出击 西居越国王都 将越国君臣一网打尽 随着银无明一声令下 他的十几万大军潮水一般的 朝着越国王城冲去 一千多名浮屠山和新前王国特种武士 骑着雪雕 闪电一般的朝着越国王公方向就飞去了 一个小时内彻底解决战斗 越国王都天越城的防信 某种一声啊 那确实算是顾着金汤了 疏密院副使兼天越大都督宁齐 统率着二十万大军镇守五十里城墙 大规模装备了全新的铁甲 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新军 超过了一万只步枪 不仅如此 还有超过五百门的榴弹炮 各式各样的炮弹都有 这样一支大军面对新前王国和浮屠山的特种武士 当然没得打 甚至面对地狱军团也没得打 但是面对新前王国的普通军队绝对能打 而且还有不小的优势 然而这一次阴无名带来了十几万大军中 有近一半是地狱军团 还有一千多名空中军团 审浪的怒潮城发展的还是不够快呀 科技文明和上古文明结合的道路是对的 甚至很多先进的武器都已经存在于实验室内了 比如全新的地狱火炸弹 比如全新的噩梦石炸弹等等等等 但这非常可惜 这些武器依旧在实验室内无法量产 更无法大规模的装美军队 所以越国这二十万大军依旧完全阻止不了英无名 越国王宫之内 今天五早朝 绝大部分臣子都在家中 只有几十个重臣和宁正在书房之中 有人说我们五楚越三国就是审浪陛下的累赘 这三国的朝堂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又或者说我们三位的国王都应该把朝堂 迁往怒潮城办公 但是这一点呢 我是不同意的 怒潮城是我们的临时帝都 它代表着大前帝国的最巅峰 但是我们五楚越三国的人力物力 是大前帝国的根本 如果我们走了 谁源源不断地向大前帝国运送粮食 物资 人才 经历啊 宁正缓缓地说 这一点倒是不假呀 怒潮城原本是贸易性城市 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工业中心 上古文明 科技文明研究中心 原本只有区区六万人 现在已经暴涨到了三十多万 这短短一年时间内 吴楚越三国向怒潮城输送了几十万人 不计其数的粮食和物资 不止怒潮城 还有天风岛的几万人 金山岛的近十万人 全部是靠吴楚越三国供养的 怒潮城已经完全不是生产了 神浪会下的工厂超过了几百家之多 各类的工匠超过了二十万人 生产出不计其数的铠甲武器 等等等等 靠着金山岛的钢铁和金属已经完全不够了 也依旧是靠着吴楚越三国的供养 还有大前帝国正在训练的新军 总数量会超过三十万人 但是依旧是要靠着吴楚越三国提供人力 面对敌人的特种武士和秘密军团 神浪原本的计划是步枪机枪 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计划 因为大会星撞机 使得他们得到了天文数字的噩梦时 上古文明只知道噩梦时 来打造上古强弩上古战弩 哪怕是龙之力发射装置 也依旧是巨型强弩的样子 哪怕是龙之魁这样的战略大杀器 也依旧是巨剑的模样 而神浪打算直接跨越 现代步枪、现代机枪、现代火炮 直接制造出噩梦时步枪、噩梦时火炮 噩梦时炮弹等等 甚至在他的计划中 还有噩梦时飞行器的存在 这才是科技文明和上古文明 合作的巅峰 用现代科技文明的设计理念 用上古文明噩梦时作为能量来源 制造出最强大的武器 而只要这些武器一面试 并且大规模的装备 那不管是浮屠山 还是大延帝国的秘密军团 都不在话下了 什么地狱开甲 什么上古开甲 通通是催姑拉朽 但是非常可惜啊 这些上古文明和科技文明 结合的新式武器 全部都在试验室阶段 甚至还在图纸阶段 想要大规模装备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真是用了那句话 前途是光明的 过程是曲折的 一旦这些武器大规模制造出来 并且装备在大前帝国的新军身上 那根本就不需要审浪出来冒险了 这只新军直接就横推过去便是了 而这些 也是依旧要靠着 吴楚越三国的人力和物力的基础 我们有几十万大军 却根本挡不住阴无名的几万人 这是为什么呀 这就是 大炎帝国和朝头势力 长时间压制天下诸国的结果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封杀上古文明 垄断上古文明 日积月累 才让我们变得 雷若不堪 江黎陛下是为了打破这个禁锢 就是为了解放先进文明 这才遭遇了劫难 使得这个伟大的进程耽误了二十年 如今 沈浪陛下重拾了这个伟大的使命 带领着我们大踏步的向前 景乌明以为 只要抓住我们作为人质 就可以要挟沈浪陛下 就可以打破大炎帝国伟大崛起的进程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和楚王吴王早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任何时候 我们这三个国王都可以死 大前帝国发展的根基 根本就不在我们三位国王 也不是在座的诸位众臣 而是三个王国的几千万子民 是要有他们在 大炎帝国的崛起就不可阻挡 因为吴楚越三国的几千万子民 都是众志成城团结一心 所以诸位成功 不要管营无名的军队有多近 也不要管营无名的空中军团 是不是下一刻中就能飞到王宫的上方 我们继续做事 帝国崛起 指正朝夕 在场的十几名众臣跪下 臣遵旨 然后 书密院 尚书台 六部继续忙碌起来 他们有着做不完的事情 营无名麾下的一千多名雪雕军团 就飞在了三千米的高空 排列成了几十个大阵 真正算得上是遮天蔽日了 整个天悦城的民众都看得清清楚楚 天空上出现了无数的黑点 仿佛蝗虫一般 这个世界变了呀 许多之前没有见过 没有听到过的东西 纷纷出现了 上一次因为降临陛下的出现 使得世界发生了一次大变革 而这一次因为闪浪的出现 整个世界再一次发生了巨变 尤无名麾下的一千多名空中军团 距离天悦城越来越近 很快就要飞到空中的那条线 进入天悦城空域 而就在此时啊 整个天空忽然响起了一阵巨响 尤无名啊 出来谈谈呢 然后超声波飞行兽 直接从云层里面钻了出来 上面依旧骑着神浪和秋12 让大潮一支对战一千多名雪雕军团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哪怕再厉害也跌不过呀 他毕竟只是超声波飞行兽 而不是传说中的龙 尤无名不由得已恶 这竟然是沈浪的声音 他什么时候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呢 天可怜剑哪 沈浪太弱了 所以喊话都是有气无力的 甚至连一百米的距离都传不到 所以每一次都要大傻所谓的人工扩音器 现在他的声音竟然是响彻了整个天空了 这是因为沈浪噩梦时扩音器 终于制造成功了 这玩意儿的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将声波放大 而且上古典籍里面的图纸画得明明白白 但是也一直到最近才研制成功 八十三章 当然了 沈浪消失在上古广场的那个石棺内 尤无名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尽管知道祸害活千年的道理 但是杨无名也忍不住地想要 想要知道沈浪这次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没有想到 仅仅几天时间他又出现了 真是祸害万万年呢 杨无名 是庸啊 来谈谈呢 沈浪再次高呼 杨无名骑着上古兔就朝着上空飞去 上升到一万一千米的高空 和沈浪见面 而沈浪骑着大钞在一万两千米高空 反正时时刻刻都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内 时隔半年多时间 两个人终于再次相见了 杨无名师兄 不打天月城 不打月王宫 行不行啊 你说行不行啊 神浪贤弟 就允许你肆无忌惮吗 你杀了我的弟弟杨无缺 你将我心前王国和浮渡山玩弄于鼓掌之中 你偷走了我们的龙之毁 你又炸掉了我们的上古遗迹 这一桩桩一剑剑 真是让人刻骨铭心 咬牙气齿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报复的 财人的报复 你杀了天月城几十万人又如何呀 你抓走了宁骑 抓走越国满朝臣子又如何呀 血愤吗 解气 不可以吗 但是在你心中利益之上 不是吗 闭嘴 什么都不要说了 等我杀了你这几十万的人 你在开口也不迟 等我杀了宁正 抓了张冲等人 你在开口也不迟 师兄啊 那个龙蛋如何呀 你们孵化出来了吗 这话也出啊 银无名脸色一阵巨变 飞快地环顾左右 唯恐被别人听了去 不过幸好 沈浪这句话声音很小 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 没有孵化出来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颗龙蛋再过几十上百年 你们也孵化不出来 上一次我和大眼帝国做了一个交易 大眼帝国表演了超远程的战略打击 在金刚风下消灭了你们几万人 这是大眼帝国付出的代价 而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师兄 你知道吗 银无名没有回答 他知道连亲王和沈浪之间有了秘密交易 但是具体交易内容还真是不知道 因为知道的人不超过五个 甚至他也非常疑惑 沈浪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竟然值得大眼帝国付出这么大代价 进行超远程战略打击 大眼帝国让我打开一个箱子 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箱子 我曾经非常非常好奇啊 这个箱子里面究竟有什么呢 完全百思不得其解 大眼帝国无数大学士 耗费了几十年时间都打不开 因为上面涉及到了一个 极其难的算术题 只有我才能解答出来 就如同我用四色定律 帮助你们开启南部海域的上古遗迹那样 继续说下去 我还非常奇怪一点 大眼帝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我的身份 当时我甚至还没有去灭掉血氏家族 那个时候他们随时可以抓住我去解开那个宝箱 那就是宝箱的密码 为何没有那么做呢 偏偏要在此时让我开启这个箱子呢 阳无名的脑子里面已经有了答案了 稍稍动容了 打开这个箱子之后啊 我能够感觉到这箱子里空空如也 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宝物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这个箱子是用来孵化龙蛋的 之所以要现在开启是因为彗星刚刚撞击定远程 刚刚带来了一只龙蛋 所以这只箱子提前开启没有用途 阳师兄啊 你们千万要保管好这颗龙蛋 万万不要让大阎帝国夺了去 阳无名的目光是一阵抽搐 神浪 这件事情和我今天开战 又有什么关系呢 师兄啊 啥一次你们欺瞒了任总主 就已经让他心有戒铁了 你们和浮屠山之间 要绝对的战略互信 你们仅仅隐瞒了一个秘密基地 就已经让他如此愤怒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们隐瞒了一颗龙蛋 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阳无名面孔一寒 沈浪终于拿这件事情出来威胁他了 说来还真是了不起啊 当时沈浪被俘虏的时候 哪怕是要斩断左手的时候 他都没有用这件事情来威胁阴广父子 现在为了保护天月城 为了保护宁正 他终于拿出了这个筹码 一旦让任宗主知道 盈广父子隐藏了龙蛋 那战略互信 几乎可以说直接是荡然无存了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一旦让宗主知道了 那浮屠山和你们之间的裂痕 几乎是难以弥补了吧 除非你们愿意主动地将这颗龙蛋交出来 送给任宗主 但是 你们愿意吗 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不但是新前王国的太子 而且也是浮屠山的继承人 你也知道 浮屠山公主背叛了任宗主 所以已经无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了 所以 就算我们把龙蛋交给任宗主又能怎样 最终还不是落在我的手中 真的吗 你怎么确定任宗主没有别的想法 又或者是隔代继承呢 他应该还能活得非常非常久 只要他想办法治好任盈盈 并且让他生下儿子 那未来浮屠山可能就轮不到你了 而是要给任宗主的孙子了 神浪说中了盈无明心中最担心的事情 而且这种情况 也不显见的 明朝初年太子朱镖死了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把江山传给其他儿子 而是直接传给了皇太孙朱允文 所以 不要说把龙蛋交给任宗主之类的话 你们不舍得 这是你们的命根子 也被你们视为夺取东方世界的最大筹码 神浪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这颗龙蛋如此珍贵 你竟然认它落在我们手中 你就甘心吗 这个问题啊 盈无明应该思考很久了 沈浪常常一声叹息 几秒钟都没有回答 接着 沈浪一声自嘲 龙蛋在你们手中 比在我手中安全 匹夫无罪 怀必知罪 如果他在我手中的话 那我的怒潮城 如何能抵挡大盐帝国的超远程战略打击 我可没有上过拦截装置 我可没有你们父子的武功 不过你放心 等我变得强大之后 等我祭拜你们父子 我一定会拿回来的 那你可能要等很久 甚至等到变成枯骨 也未必会有那么一天 师兄啊 灵氏家族顶着一个乱臣贼子的名声 很不好听吧 不用你提醒我叛徒的身份 我是背叛了义父江丽 我是杀光了你们将士王族 是我打伤了求一二 是我俘虏了你 你大可以回去将我们父子的名字写一百遍 哎呀 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大前帝国 你们父子做梦都想要得到大前的正统名义吧 新前王国的百姓内心瞧不起你们 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却依旧要效忠你们 我的身份被泄露之后 那他们尽管从内心愿意拥戴我 但是害怕战火继续燃烧在前国的土地上 害怕我不够强大 不足以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依旧效忠于你们嬴氏父子 对吗 对于这一点呢 银无名比沈浪还要清楚 新前王国的民众心思太复杂了 他们情感上向着沈浪 但是理智上却是效忠迎士 所以沈浪和宁远县说过了很多次 他不想战火蔓延新前王国的土地上 而且也不需要 他想要得到新前王国臣民的效忠也非常简单 击败并且消灭迎士父子就可以了 只要银广父子一死 沈浪就可以兵不屑刃地得到新前王国的效忠 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心向江里 而且沈浪只要杀死银广父子 就证明了他的强大 证明他能够保护新前王国的子民 师兄你的武功真是强大呀 求一二已经是我知道最强的人了 结果他依旧败在你手中 你果然是我父亲唯一的嫡传弟子啊 我已经说过了 求一二有的一切我都有 求一二没有的一切我也都有 师兄 那你觉得我的武功如何呢 游鸣闭口不言 因为哪怕说一个字 那都是莫大的耻辱 沈浪的武功 他不但是没有武功 他甚至连一只大哪都打不过 只要大哪说一声 他就倒下了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新前王国挥下哪怕一个最弱最普通的民兵 都可以瞬间秒杀沈浪 接上随便挑一个地痞 都能够瞬间将沈浪给打死 师兄啊 你觉得我的武功和你比起来如何呀 游鸣闭内心涌起了荒谬和愤怒 不止不说话了 甚至闭上了眼睛 师兄啊 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啊 应该是一只老虎和一只兔子的差距 天壤之别 啊不 甚至还不止如此 应该是老虎和蛆的区别 哎 这个比喻倒是很别致啊 也非常形象 只不过恶心了一点 沈浪酝酿了好一会儿 师兄 我有一个非常疯狂的建议 你听了之后千万不要发狂啊 说 游鸣目光也寒 我们照告天下 选一个日子 你我两人进行公开比武 我如果输了 大秦帝国这个名号就归你们嬴使所有 你们再也不是乱臣贼子了 你们嬴使从此之后就光明正大的成为了大秦帝主了 而如果我赢了 新秦王国臣民也彻底效忠于我成为我大秦帝国的一部分 你们嬴使家族自动失去新秦王国的王位 如何呀 这话一出啊 盈无名彻底惊呆了 这辈子他也经历了大事那太多了 甚至江丽暴毙之后 他也已经成年了 尽管他此时看上去最多不会超过三十岁 但是实际年龄啊 他已经不如中年了 当然了 他的武功如此之强 活到一百多岁根本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年龄称之为青年也是完全合理的 活了这么多年 他什么没有见过呀 但是此时盈无名太子还是被沈浪彻底震惊了 沈浪这是疯了吗 他之前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 而且还都成功了 但是之前所有事情加起来都不如这一次的一半的疯狂 太惊人了 真的让人怀疑他耳朵出问题了 连秋月二都打不过盈无名 更何况 更何况是沈浪呢 一万个沈浪加起来都打不过盈无名一根手指头吧 我们可以让六大超多势力 大盐帝国 天下诸国共同见证 如果我输了 我一定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大盐帝主的名号 让给你们盈世 从今以后 你们再也不是乱臣贼子了 盈无名心跳加速 这绝对是盈世家族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忽然 沈浪用噩梦时扩音器大声的吼 盈无名 我们两个人比武 决一死战 谁赢了 谁就是大前帝国的主人 你敢吗 六大势力见证 天下诸国见证 亿万民众见证 金钱王国无数子民见证 甚至这一场比武 可以直接在前景进行 你敢吗 那这噩梦时扩音器太牛播了 真正的是响彻了整个地面和天空啊 当然了 这是因为地面上 还安装了几十上百个 同样的噩梦时接收器 所以沈浪的声音 才能传遍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这一天 他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在几个月前 他和宁远县就制定了这个计划 尤其两天之前 他就已经提前来到天悦城 等着阴无明攻城 随着他一声大吼啊 地面上的阴无明的十几万大军 空中的一万多雪雕军团 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整个人直接被雷击了一般 彻底怀疑人生啊 我这回我真是唤听了吗 手无腹肌之力的沈浪竟然要和阴无明殿下比武 而且还决定在大前帝国的归属比武 天下还有比这更加荒谬的事情吗 沈浪大吼 阴无明 你敢吗 这个时候啊 尤无明要说不敢的话呀 那就彻底成为了天下的笑柄了 当然了 他是彻底被激怒了 沈浪你这个废物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挑战呢 你把武道当成了什么了 你连一只苍蝇你的不足的东西 凭什么向我这条蛟龙挑战 沈浪再次大吼 尤无明 你敢吗 他的声音再次响彻了天空 尤无明麾下的十几万人 听得是清清楚楚 沈浪 你确定吗 啊 我们可以照告天下呀 整个天下共同见证啊 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比武战书 传到天下诸国的宫中 传到六大超脱势力之主的桌面上 尤无明盯着沈浪良久 缓缓地说 疯子 你是个疯子 师兄啊 现在该轮到你做选择了 要么继续攻打天岳城 我去把龙弹的事情告诉任总主 要么你退平 我们两个比武决斗 决定大前帝国的名号归属 你们父子奋斗一生 不就是为了一个正统的名位吗 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了 尤无明足足几分钟没有说话呀 他的心许如同潮水一般 汹涌沸腾 蒸蒸半颗钟后 尤无明睁开眼睛 缓缓地说 沈浪 跟你比武对于我来说 完全是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甚至宁愿剁掉自己的双手 也不愿意和你这样的废物比武 这完全是对武道的玷污 也是对我这几十年的生涯的玷污 但是你会答应的对吗 因为利益太大了 而且我是江黎陛下唯一的大雷子 你和我比武不丢人的 丢人 非常的丢人 但是 我成全你的疯狂 我答应你的挑战 以言为定 以言为定 南部海域 黑城堡内 银无明把事情原原本本地 告诉了 给了个 扶了个 托了个 杀了个 阻了个 赢了个 广 岳父 父王 非常抱歉 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 我已答应神浪了 咋的 俩结婚了 没有 因为当时 他当着十几万人的面 吼出来的 我无法拒绝 更无法退去 此时 哪怕是任宗主和银广 也彻底经了个呆了 久久无声啊 知道沈浪是个疯子 但是没有想到 疯到这个程度 他竟然 向阳无明发出了挑战书 一对一的比武决斗吗 足足好一会儿 任宗主说 呵呵呵呵呵 哼 家里陛下 有这么疯狂吗 呵呵呵呵呵 哎 银广摇了摇头 也是哈哈这笑啊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这下子真是要天下瞩目了 银广闭上眼睛 足足好一会儿 才睁开眼睛 糟糕天下吧 并且传输给阎晶 传输给天下诸国 传输给其他五大朝头势力 让他们来共同的见证 接下来几天世界内 新前王国和大前帝国的诏书传遍了整个东方世界 沈浪和阎无明将进行比武决斗 赢者将获得大前帝国的正统名位 几千份诏书如同雪花片一般飞往了每一个诸侯国 飞往了每一个大势力 然后整个天下彻底震惊了 意外人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 先觉得这是谣言 彻头彻尾的谣言 一万个沈浪也敌不过阎无明半根手指头啊 等确定了这是沈浪的诏书后 无数人仿佛被雷击了一般 啊 外交里呢 沈浪陛下呀 我知道你擅长创造奇迹 但是这一次未免太惊悚了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赢了阎无明 那你就是神了 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阎京皇宫内 大阎帝国太子也收到了沈浪和英广的诏书 然后嘴巴咧了咧 足足好一会儿没有发出声音 殿下 当年将离虽然和我们开战 但是最后的时刻 都没有真正的脱离大阎王朝 作为东方世界的共主 这件事情 我们是非常有必要关注的 并且进行过问的 大阎帝国太子点了点头 嗯 廉亲王 那就辛苦你再跑一趟怒朝城和一千金了 问问这两个人究竟要做什么呀 没有我大阎帝国的手啃 这次所谓的比武完全是非法的 是 殿下 帝国连亲王说 然后他第一时间骑上雪雕 朝着怒朝城就飞了过去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 85章 其实不仅仅是天下人 就算是沈浪自己人也被震得失语了 双方发布诏书之后 英无名就停止攻打天悦城了 并且全面撤军 毕竟就算把天悦城给灭了 把越国朝堂杀光了 也只是泄愤而已 然后就是给沈浪的名誉进行巨大的打击 但是现在沈浪直接要和他比武决斗 输的一方直接失去大秦帝国的正统 这样的话 沈浪的名誉就不仅仅是损失了 而是直接失去了最宝贵的名誉资产 在天下人看来 沈浪拥有最牛逼的东西是什么呀 当然是江离之子的身份了 所以哪怕他只有一个人 哪怕他再弱小 天下无数人都把他当成了大秦地主 甚至是东方世界的人皇 这是江离陛下用了一辈子 为他打下来的遗产 而江广父子就算再强 手中军队再多 掌握的国土再大 也被称之为乱臣贼子 而现在沈浪竟然用大秦帝国的正统来作为筹码 这何止是败家子的刑径啊 最垃圾的顽固子弟都不会这样做呀 这完全就相当于一个顽固子弟和别人比赛 谁尿得远 结果用自家的大别墅作为赌注 当时宁正正在上朝 而且是一个小朝会 听到沈浪这个诏书后 他手中的奏折直接掉了 要知道 宁正陛下可是大山崩于前那儿面色不改之人 竟然直接被下掉了奏折 而满朝的臣子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声音 整个脑子被震得一片空白 足足好一会儿后 在场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以后我们是不是都要准备丢掉大秦王朝这个名号了呀 宁正弯腰捡起了这份奏折 清了清喉咙 咳咳 我们继续 跟着沈浪这么一位君主啊 注定要经常受惊了 大阎帝国连秦王再一次拜访了弄朝城 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偷偷摸摸 而是光明正大而来 沈浪陛下 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吗 连秦王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呢 你确定没有别的阴谋 那我必须跟你说 这件事情不能有别的阴谋 一定是最最纯粹的比武 如果你想要玩什么声东击西满庭过海的话 大阎帝国是不会答应的 天下人实在是被沈浪给弄怕了呀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三十六计几乎被沈浪从头到尾玩了一遍了 尤其是美南计 那都不知道玩了多少遍了 什么 三十六计里面没有美南计 这不重要 哎呀 连秦王啊 我确定这是最纯粹的比武 没有任何其他阴谋 也没有任何盘外招 你应该知道 作为东方世界的共主 你和英史家族争夺大秦王国正统的名位 是必须要受到大阎帝国监督的 所以这场比武真的要发生的话 那我大阎帝国就必须为他的公正性负责 也必须为双方的安全负责 如果真的是在比武场出现什么疯狂的事情 又或者在比武场之外发生 那大阎帝国一定会给予致命打击 我同意啊 还有 你确定要将比武场放在前京进行 那可是盈广父子的大白营啊 对啊 我就是要让亲前王国的臣民都见证这一幕啊 我击败营无名 我要告诉亲前王国所有人 我有能力保护他们 连秦王咧了咧嘴 他的武功虽然远远比不上营无名 但是此时只需要半根手指头 就能打败一百个神浪 所以听到击败营无名这五个字 还忍不住都要干颤呢 你若是保证没有盘外招 没有别的阴谋 那我大阎帝国可以为你这次比武做宝 不但监督整个过程 而且还在比武场之外保护你的安全 并且让你的使团能够平安地进出天津 多谢 但是作为回报 你和营无名的比武诏书上 需要我大阎帝国的打印 这是大阎帝国进一步确认自己东方世界共主的身份了 但是沈浪却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 甚至江离陛下也没有 他一直都是成为帝主 而不是皇帝 就是因为整个东方世界只能有一个皇帝 除非他彻底击败大阎帝国 否则永远不会成为皇帝 接下来 廉秦王拿出了一份大阎帝国的诏书 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宣布沈浪和盈无名进行比武决斗 胜出一方 得到大前王国的正统名号 只不过是从大阎帝国角度写的这份诏书而已 一旦沈浪和盈广签字 那就代表着 他们都承认大阎帝国是东方贡主的身份 如果换成其他人 比如蓝峰甚至索玄 绝对不愿意在上面签字 因为此时在他们心目中 大前帝国也是东方世界贡主 和大阎帝国是平起平坐的 凭什么要服从你的诏令 但是沈浪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完全不在乎这一点 而且这个世界只有大阎帝国 才能保护他的使团在前京的安全 所以沈浪在这份诏书上就签了字 并且盖上了大印 那么告辞了 我还要去一趟前京 接下来他骑着雪雕又朝着前京飞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 他是先来怒朝城 然后再去前京 盈广亲王 我们不管这一场比武是何等的荒谬 也不管是什么结果 但是既然我大阎帝国为这场比武做宝 那就要绝对之安全 你明白吗 我不管你和沈浪之前是何等的仇身四海 但是至少在比武那段时间内 你不能对沈浪和他的使团做出任何取动 近时不但沈浪的使团会来 天下诸国六大朝头势力也会派人来 这是一场盛会 绝对不能出事 一旦出事 我大阎帝国将不计一切代价进行打击 盈广目光一缩 盈亲王 我们盈氏家族还做不出如此冒天下大不为的事情 此时他心中非常恼怒啊 连亲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觉得我这个乱臣贼子会趁机舞弊 甚至借机将沈浪的党羽全部一网打尽 一旦那样做的话 那我盈氏家族也直接自决于天下了 那好 请盈亲王在这份诏书上签字用印吧 盈广借过大延帝国的这份诏书 仔仔细细看了一眼 不管沈浪处于什么目标 但是这场戏是越演越大了 而且已经完全无法回头了 因为连大燕帝国这个东方公主都加入了这一场游戏 盈广在上面签上大铭 并且盖上了大印 那行 这件事情啊 妥了 盈无名和沈浪的比武决斗将在三月十九在前京进行 即使天下诸国六大超脱势力都会派遣使团参加 请前京做好接待准备 也时我应是将扫踏相迎 告辞 连亲王回到严京之后 大延帝国的几百只雪雕师者飞上天空 抄着四面八方而去 把这份诏书传遍四方 整个天下再一次受到了震撼了 现在不仅仅沈浪和盈广要召告天下了 就连大延帝国也是正式发生 这场比武要成为一场决定命运的盛会 现在就算沈浪想要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盈无名还是沈浪 只要任何一方反悔 便视为书 就失去了大前盲朝的名号了 然后 整个天下都在等待着三月十九的到来 天下诸国已经开始组织使团 甚至偏远诸侯国使团都已经开始动身了 免得赶不到这一场决定命运的盛会 整个东方世界 几十个诸侯国无一屈袭 那届时 坚持这一场比武决斗的使团人数 可能会超过万人之多 加上新前王国的臣民代表 将会有几万人 此时的怒朝城 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激情 沈浪这个决定没有和尚书台书密院商量过 事先知道的仅仅只有宁远县和秋12聊聊几人 一直以来 关键性决策 沈浪都是自己拍板 不会有任何讨论 作为臣子的怒朝城众人 吴楚越三国 只能接受 并且绝对信任 当时沈浪陛下说要将大盐 抵国西鲁军六十五万大军彻底抹去 谁敢相信呢 结果呢 他做到了 之后他又说 要将金军几万人毫发无损的给解救出来 他又做到了 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决定 实在是太惊悚了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 二百八十六张 以前那些奇迹 看起来虽然不可能 但是好歹还有操作空间 还可以依靠智慧 而这一次和盐无名比武决斗呢 大概依靠智慧已经完全失效了吧 简直连一点点幻想的空间都没有 但是沈浪陛下既然已经照告天下 那所有人依旧只能选择相信 并且开始祈祷 尽管绝大多数人 连祈祷都不知道该怎么祈祷 祈祷盐无名比武的时候 忽然昏厥 祈祷他腿周尖 中风 没有啊 又祈祷比武的时候 老天爷忽然降下一道雷霆 劈死盐无名 这些都不太靠谱啊 而且就算天降雷霆 也未必能够劈死盐无名 当然 有很多人在内心已经做好了 失去大前帝国名号的打算了 虽然心在地血 但是失去名号 总比沈浪陛下失去性命的好 总比失去基业好 大不了等陆朝城新军全部练出来之后 再彻底击败银广和浮屠山 再把大前帝国名号夺回了就是了 所有人都在为沈浪的命运祈祷 那么沈浪自己呢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研究 上古王者那个晦涩无比的卷轴 准确地说 是在正式地向盈无名发出决斗要求之前 那就是邀请之前 他就已经研究出了大部分成果了 首先 他的猜测啊 是对的 上古监局里面那个江氏皇族的叛逆者 名字叫江歇 他是上古江氏最后的一个皇太子 因为他的出卖和背叛 使得西方失落帝国掌握了上古东方帝国的关键性机密 使得失落帝国在接下来战争中连连获胜 给上古东方帝国致命之打击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上古江氏失去皇位 既是趋而代之 而上古广场遗迹关的一个王者 不是江歇的儿子 而是孙子 而跪在金刚风遗迹神庙的那个末代王者 是江歇的曾孙子 也就是说江歇背叛了上古东方帝国之后大约一百多年 整个世界就发生了大涅滅 上古文明毁于一旦 这位江歇和沈朗一样 手无负极之力 但是他是一个天才 龙之心装置 上古王界 龙之剑 都是他亲自打造出来的 属于上古江氏的私人宝物 不仅如此 甚至当时整个东方帝国的噩梦时文明体系 很大一部分 都是他亲自构建出来的 他没什么武功 但是凭借着三件上古装备 依旧拥有惊人的战斗力 他体制很弱 但是精神力却超级之强 所以这套上古装备 在他身上能够发挥到举顶威力 那么沈朗有办法击败盈无名吗 嗯 有 他在这个上古王者的卷轴中 挑选了很久很久 终于找到了致命的一招 当然了 并不是这一招最厉害啊 而是这一招最省精神力 以沈朗超级扎的精神力 大概也只有这一招才能使得出来 而这一招是什么呀 能量漩涡 没错 就是几个上古一季之间的能量漩涡 有权限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 而没有权限的人或者是物体 直接粉身碎骨 沈朗需要做的就是利用 龙之核心里面的能量和龙之剑 用精神力组建一个能量漩涡 届时营无名一旦撞上这个能量漩涡 那会有什么结果呀 完全不该想象啊 关键是这个能量漩涡完全是依靠龙之核心装置的能量供给 沈朗只需要利用精神力将这些能量组织起来 沈朗在研究这个上古王者卷轴的时候啊 真是在这套装备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 真是可惜啊 如果这个江蝎不背叛的话呀 他会是上古东方帝国一个最伟大的皇帝 他为何会背叛自己的帝国呀 仅仅是因为爱情 仅仅因为被美都沙女皇吸引吗 这看上去也不是非常合理呀 还有一点 江蝎究竟将什么绝顶机密卖给了美都沙女皇 使得接下来百年的时间内 上古帝国面对了失落帝国不断战败呢 因为在这些上古遗迹中看得很清楚 美都沙女皇的大军 已经直接杀到了上古东方帝国的边境了 当然了 这些信息先抛到一边 沈朗有了八成的把握 才向英无名发出的比武标请的 但是现在万事具备只先东风了 他还缺一件东西啊 龙之剑呢 三件装备中最关键的武器 真是见了鬼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距离决斗日期已经不远了 竟然还没有找到武器 原本以为啊 上古王者石棺里的那只黄金剑就是龙之剑 结果不是 那么真正的龙之剑在哪呢 完全是大海捞针吗 不是的 沈朗先是有了绝对的线索 接着更是判断出龙之剑的藏身之处 江蝎背叛了自己的帝国 把关键机密出卖给了失落帝国的美杜莎女皇 至于是什么机密使得在接下来的百年战争中 上古帝国陷入了全面的被动 这一点不得而知 但是沈朗研究了大量的上古典籍 尤其是这卷上古王者卷州之后 大致有了一个推断 上古失落帝国在个人战斗力上很强 拥有相对玄幻的能力 所以魔鬼大三角之内有着各式各样的海怪 最大的甚至超过了城堡 而上古东方帝国最强大的是各式各样的武器 建立在噩梦时基础的上古文明体系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 上古西方世界一开始 是没有金属轻能量核心 也没有噩梦时体系 是江蝎将这些机密出卖给美杜莎女皇之后 西方世界才有了这些东西 当然了 这些都和龙之剑无关 关键信息在这位江蝎被捕之前 把龙之剑也交给了美杜莎女皇 那么美杜莎女皇就如此无情 任由江蝎成为阶下之囚吗 也没有 从上古监狱的那片海底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里经过一场大战 整个海底都被彻底撕裂了 到处都充满了战斗的痕迹 还有一点 柱氏家族发现了那个秘密基地 是用来发射龙之毁的 很显然在关键时刻 这个基地的人没有对美杜莎发射龙之毁 反而全部变成了化石 为何会如此啊 沈浪大胆地推断 美杜莎女王率领失落帝国大军前来解救江蝎 上古东方帝国打算用龙之毁摧毁他们 但是这个秘密基地的将领 或许是因为美杜莎的美丽 又或者是因为一样效忠将离 他们没有那样做 当然了 最终美杜莎解救江蝎的行动 应该还是失败了 又或者江蝎自己不愿意被拯救 她愿意在监狱中赎罪 总之 研究这个上古王者卷轴 沈浪揭开了上古世界的很多关键性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和它有关 和僵尸有关 这些秘密非常重要 但是此时当务之急还是找到龙之剑 击败盈无名 而这只龙之剑就在魔鬼大三角内 在很长时间内 它都是美杜莎女皇的贴身之物 因为这是他爱人送给他的礼物 沈浪和盈无名的决斗时间在3月19 差不多还有50天左右 这个日子啊 是沈浪迎广大延帝国共同定下来的 因为天下诸国需要时间派遣使者前往前进 最远的诸侯国足足有一万多里啊 而且还没有雪雕 完全是靠骑马 真的需要一个多月才能赶到 在这50天时间内 沈浪需要再去一趟魔鬼大三角 取龙之剑 带妖妖去吗 妖妖宝贝可是美杜莎精神后裔 沈浪脑子里不由地想起了美杜莎女王 那个曾经占据了求一二身体的人 之前沈浪觉得这像是一个偶然 现在看来啊 倒像是一场孽缘了 当然了 美杜莎女王和女皇还是不一样的 上古施洛帝国统治西方世界几万里江山 包括陆地和海洋 美杜莎女皇是最高领袖 而美杜莎女王 应该就相当于施洛帝国的诸侯王 上古东方帝国的鸡士和江士人士等等 而在施洛帝国或许只有一只王族 那就是美杜莎种族 人面蛇身之女子 但是又非常的古怪啊 为何上古江士信仰的图腾 也是一个人面蛇身的男子呢 是啊 要不要带遥遥曲啊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来87章 遥遥小宝贝在魔鬼大三角 可是无往而不利的 就比如那个大金子塔 想尽一切办法都打不开 遥遥却轻而易举地开启了 而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审浪凭借自己的直觉了 首先 他一点都不想遥遥为他冒险 只想他无忧无虑地成长 其次 这一次 他是以江西后人的身份套回龙之间 江西为了美杜莎女皇 而背叛了自己帝国 使得上古江士失去皇位 降为王族 那么啊 他对于美杜莎女皇来说 对于失落帝国的势力来说 是不是特殊的呀 之前沈浪完全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而现在他有了龙之核心装置 有了上古江士王姐 应该足可以证明自己是江西后人的身份了 不 不带了 就让他继续无忧无虑吧 然后 沈浪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在求一二的保护下 骑着大钞 朝着魔鬼大三角飞去 魔鬼大三角距离怒潮城 万里之遥 那幸亏有大钞啊 如果乘船的话 那就太久太久了 仅仅一天多时间 沈浪骑着大钞就再一次来到了魔鬼大三角的边缘 这里依旧如同世界的尽头一般 没有白天 没有黑夜 无数黑暗浓雾如同世界之墙 矗立在天空和海面上 纵横六七千里 无数惊天的闪电随即出现在这片黑暗浓雾之内 无数的龙卷风随即生成 席卷一线 哪怕这个时候啊 魔鬼大三角也依旧是世界禁区 不管是雪雕 还是上古秃鹫 都不敢闯入这片区域之内 因为无处不在的闪电 无处不在的龙卷风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任何飞行兽碾压成碎片 不仅如此啊 这里面还有着不计其数的海怪 超过了几百万只具 有些海怪强大到让人窒息的地步 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一座巨大的城堡 对于他们来说啊 这是属于失落帝国的领土 任何外人不得进入 否则便是侵略 之前沈浪无知无惧 擅自闯入 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而且上一次他接触魔鬼大三角金字塔的毁灭危机之后 海怪大军将他平安地给送了出来 没有对他的人发动任何攻击 这是一个默契 尽管海怪大军没有说出来 但是沈浪却默认地从今后 再也不会侵入魔鬼大三角了 不会进入失落帝国的领地了 沈浪拿出了噩梦石阔音器 打一声地喊道 魔王美杜莎女皇的部署 失落帝国的后裔们 我是沈浪 请求进入魔鬼大三角之内 魔鬼大三角内没有任何回应 沈浪再一次地说 失落帝国后裔 我是沈浪 请求进入魔鬼大三角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接下来 沈浪依旧没有闯入 那一遍一遍地喊着 一天一夜过去了 两天两夜过去了 大超不耐烦了 直接就要带着沈浪闯过去 沈浪能够感觉到 他对魔鬼大三角充满了敌意 这应该和他的基因记忆有关 他们被培育出来 或许是为了和失落帝国开战的 那三天三夜了 沈浪不知疲倦地喊着 失落帝国的后裔 我是沈浪 请求进入魔鬼大三角 轰轰轰轰轰 忽然 天地之间响起了惊人的雷鸣 海面上掀起了惊天的海啸 纵横击败里的闪电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撕裂一般 然后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这个整个世界之强 也就是纵横六七千里的黑暗浓雾上 涌现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诡异而又可怕的面孔 看上去不像是怪兽 反而像是魔鬼 这也是上古失落帝国的种族吗 但是沈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怪 他依旧像是蛇的面孔 但是又不像人 可是额头中间还有一只眼睛 头上长满了巫术的脚 不知道是骨刺还是脚 张开嘴巴 里面层层叠叠的牙齿 纵横交错 好丑陋的怪物啊 像是魔 又像是异形 又像是游戏里面最原始最丑陋的 那个能什么兽 总之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的面孔是无数烟雾组成的 所以无比巨大 足足几百里高 沈浪阁下 我们已经达成默契了 不欢迎任何人的进入 这里是失落国度的领域 那张妖魔的面孔扭动着 无数的骨刺也扭曲着 释放出了强烈的敌意 沈浪阁下 请你离去 否则 我就要大开杀戒了 黑暗浓雾组成的怪兽面孔 开始张开大嘴 直径几十上百里的大嘴 形成一个可怕的龙卷风雪窝 当然不是这只怪兽有这么巨大 而是它操纵着这些黑暗浓雾 形成一个巨大的妖魔面孔 如果沈浪不离去 它就要将沈浪连同大钞 还有丘妖儿一起吞噬进入 彻底粉碎 尊敬的失落帝国元帅阁下 我有事情要进入魔鬼大三角之内 那个妖魔的巨大面孔开始倒数 然后 他的大嘴开始疯狂地吞噬 巨大的龙卷风雪窝 开始产生惊人的犀利 哪怕间隔了几千米 沈浪和大钞丘妖儿 依旧直接被吞进去 那就吞进他大嘴之内 在这股天地之力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然后里面的龙卷风释放出了强大的力量 又将沈浪碾成碎片 沈浪高举着手中的上古王剑 大声地吼道 我是美杜莎女皇爱人江歇陛下的后人 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 我代表上古僵士 来拿回属于我们的龙之剑 随着沈浪一声大吼 她的上古王剑释放出令人夺目的万丈光芒 局势之光 当沈浪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身处于魔鬼大三角之内了 一栋石头建筑之内 但是周围都是岩石 外面的一切根本就看不见 仿佛是一个巨型金子塔之内 阁下 我上一次来魔鬼大三角的时候 几乎见到了所有失落帝国的后裔 却唯独没有见到你呀 那个妖魔缓缓缓地说 沈浪阁下 如果你对上古失落帝国了解得足够多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但是非常可惜 沈浪对上古失落帝国研究的并不多 而且上古江氏的卷轴中 关于失落帝国虽然有所描述 但是也并不多 阁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的上古祖先江歇和上古失落帝国 应该有契约的吧 曾经他交给美杜莎女皇的东西 我可以拿回来吧 因为这些东西毕竟属于上古江氏 那个妖魔笑着说 没错 上古江歇太子曾经给失落帝国 几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你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吗 沈浪还真是不知道 他唯一从上古卷轴中 得到的答案是龙之剑 这一次我唯一要取回的 仅仅只是龙之剑而已 我想江歇太子殿下 给失落女皇的几件东西里面 应该有它吧 那个妖魔缓缓地说 没错 应该有 沈浪再一次地问 阁下 为何上一次在魔鬼大三角 始终没有见到你的踪影 你应该是这失落国度后裔的领袖 因为历史改变了 世界改变了 有些上古的东西苏醒了 因为那个火龙彗星撞击 所以使得某些上古生物苏醒 言归正传 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上古僵士的龙之剑 沈浪阁侠 听说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 不敢当 江歇太子就曾经是 东方世界的绝顶智者 所以并不是你带着上古王界 就能够代表你是他的继承人 也并不是你的身上 有他的血统就可以证明一切 关键是智慧 智慧 懂吗 我问你三个问题 如果你能够回答得出来的话 我就把龙之剑给你 如何 就代表着你有资格成为 上古江歇太子的继承人 三道难题是吗 请 那个妖魔说 那请你看好了 这是第一题 然后沈浪面前出现了一团黑雾 凝聚成了十个圆圈 组成了三角形 也就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这个形状 但是你们看不到啊 也就是圈 这个圈 那个圈 四个圈 一二三四圈 沈浪阁下 你只能移动三个圆圈 使得这个三角形倒立过来 你只有三秒钟时间 正三角形变成道立的三角形 也就是下面这个样子吗 你只有三秒钟时间 三 二 一 倒计时结束 沈浪直接了当 一动四个一列的上下各一个 放在两个一列的上下各一个 这样四变成了二 二变成了四 三个一列不动 再把单独的一个 移动到左右边 这道题目实在是太简单了 十岁小孩都能做得出来 完全不像是什么上古妖魔出的题目啊 此时传来了 失落帝国妖魔的鼓掌声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八十八张 接下来是第二题 沈浪阁下请你听好了 那个妖魔说 请问我是谁 你依旧只有三秒钟时间 三 二 一 倒计时结束 你回答不出来 那非常抱歉 你不够聪明 这只龙之剑我不能给你 失落妖魔啊 又或者我应该叫你诅咒女皇吗 我们再一次见面了 别来无恙 我的安吉拉阿姨如何呀 她在哪里呀 电话也出 那个妖魔顿时就彻底惊诧了 沈浪竟然识破了她的身份 这怎么可能呢 说来这个诅咒女皇 也就是失落妖魔 几乎是沈浪在西方世界 见过最强的生物了 拥有无以伦比的强大精神力 她的精神已经存活几千年 每隔几十上百年 就夺舍换一具躯体 她夺舍的最后一具躯体 就是海拉的母亲 骷髅党的创始人 安吉拉党魁 而且这个诅咒女皇 还控制了一只巨大的章鱼 使得她的精神力笼罩了 整个失落国度废墟 这才让骷髅党的舰队囚禁了 十几年 永远都出不来 两年前沈浪引爆了一颗 上古能量核心 炸死了那只巨星的章鱼 但是 安吉拉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且这个失落妖魔的精神 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有想到 竟然来了魔鬼大三角了 我回答对了吗 和下 那个妖魔沉默了良久 你果然聪明无比 但不要得意 还有第三道题目呢 诅咒女皇和沈浪之前是有仇的 所以她肯定不想成全沈浪 这第三道题应该是极度之难 甚至啊 是一个无解的题目 足足好一会儿后 那个妖魔说 这第三道题目你可听好了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星球 那请问 这颗星球有多大 我靠了个DJ 这道题真是难了呀 完全是无解的呀 沈浪看过任何上古典籍中 都没有任何相关资料 甚至知言片语都没有 那个妖魔得意啊 同样 你只有三秒钟时间 三二一 倒计时结束 沈浪阁下没有答案吗 那非常抱歉 这只龙之剑 我不能交给你 我们这颗星球的体积是 3967367589978立方平米 这话一出啊 诅咒女皇完全惊呆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啊 这个题目已经难到了极点 沈浪是怎么知道的 根本无法计算得出来呀 但是沈浪的答案极度准确 甚至比他答案还要精确了五位数 而失落妖魔根本不是自己算出来的 而是直接从上古文明中得到的结果 绝绝好一会儿 这个妖魔说 你 你看过相关记载 没有啊 我是计算出来的呀 不可能 根本无法计算 也无法丈量 这道题目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星球呢 是圆弧形的 当绝对风平浪静的时候 在海面上一根二十米高的围杆 距离多远的情况 完全见不到它的踪影啊 这就可以计算弧度 根据这个弧度计算出这个星球的半径 然后根据这个半径计算出体积 这个实验我做过了一百三十五次 最终算出了最精确的数字 当然了 其实这个数字啊 依旧不够绝对准确 但是已经比你所知道的答案 精确得多得多 又是一片彻底的寂静 足足好一会儿后 那个妖魔说 神浪阁侠 你果然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多叶夸奖 那么请把龙之剑还给我吧 你赢了 神浪阁侠 我带着你去拿龙之剑 片刻之后 眼前出现了一只萤火虫飞了过来 请你 跟着这只萤火虫走 神浪起身 跟着这只萤火虫一直走 穿过长长的涌道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几乎走得让它怀疑人生了 深入五千米 一万米 两万米 三万米 中途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闪门 不过呀 不需要它开启 只要它走到面前 石门就自动开了 终于来到了金字塔最深处的一个墓穴内 这里同样是有一具石棺的 神浪阁侠 这个石棺的表面镶嵌 镶嵌着三件东西 一只剑 一只王杖 一面镜子 神浪看了一眼 这三件东西都是美杜莎女皇的陪葬品 但只有一件是你们口中所谓的龙之剑 你只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请你挑选一样吧 神浪眼睛一眯 望下了这三件东西 对于龙之剑 它应该是有所感应的 毕竟它和上古王界龙之核心 是配置的一套 但是啊 见鬼的事 这三件东西都有感应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 就需要赌运气了 怎么办 神浪将它命名为龙之剑 那它应该是一只剑吗 但是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啊 神浪之所以 这样命名 完全是顺口而已 它也不知道这只武器的形状 神浪阁侠 你必须赶紧做出选择了 依旧只有三秒钟时间 三二一 倒计时结束 请你挑选 那个妖魔的声音再次响起 神浪二话不说 直接拿下了那面镜子 那个妖魔顿时倒吸口凉气 神浪阁侠 你果然是最最聪明之人 你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 那么 请你离开吧 这镜子就是龙之剑 接下来 那个妖魔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拿到东西后 神浪往回走 离开金字塔的地下墓穴 沿着秘密通道一直往上 往上 再往上 又走了几万米 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 终于走出了这个海底的金字塔 魔鬼大三角依旧如此宁静美丽 这里的海水如静 整个失落帝国城邦都印在海面上 一半在水中 一半在海面上 这种建筑风格真的和上古东方设计完全不一样 不过距离的真是够近的了 可见上古失落帝国扩张得非常厉害 某种程度上 美杜莎女皇和上古东方帝国的战争处于优势之中 巨型金字塔外面 大超正在水里嬉嬉 球幺儿闭目盘坐在金字塔的门外 拿到了 走吧 然后 他朝着大超 大超像话吗 是大超 招了招手 大超依依不舍地飞了过来 他还没有玩够呢 这里的能量气息太让他迷恋了 球幺儿夹着神浪 跃上了大超的背上 大超展翅高飞 朝着北边而去 要离开魔鬼大三角 此时呢 前面出现了一只火焰一般的废鸟 在前面引路 因为魔鬼大三角的世界之降太危险了 没有失落国度后裔的引路 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走出去 会永远地在黑暗迷雾中打转 更别说黑暗迷雾里有着无数的闪电和龙卷风了 大超一直飞 一只飞 球幺儿看到神浪手中的东西 忍不住就问 龙之剑竟然是一面镜子 是啊 龙之剑竟然是一面镜子 不过看上去仿佛更加合理 镜子更加神秘 而且也更像是神秘武器 然而神浪忽然一阵冷笑 石楼妖魔 您玩得开心吗 制造无数的幻觉 应该非常爽吧 这话也出啊 空气中仿佛响起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紧接着视野内的一切开始扭曲变换 然后周围的一切全部变了 神浪根本不是在魔鬼大三角之内 周围的海面 还有刚才的大金子塔 以及失落国度无数的建筑都消失了 周围一切都是黑暗迷雾 不远处龙卷风不断的席卷 闪电疯狂疲打 他依旧在世界之强的迷雾之内 依旧在那个黑暗浓雾组成的妖魔面孔大嘴的漩涡之内 刚才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幻觉而已 这是诅咒女皇 也就是失落妖母的拿手好戏 神浪阁下 你果然聪明至极啊 两三年前我制造的幻觉没有骗过你 今天依旧没有骗过你 碰碰碰 几百里长的闪电 疯狂的撕裂天空 巨大的龙卷风不断的席卷而来 仿佛时时刻刻都要将神浪和大超撕成碎片 危机四伏 那个妖魔啊 也就是诅咒女皇 欢欢地说 神浪阁下 你要来拿回属于将歇太子的龙之剑 我没有意见 我也不阻拦 但是我也不帮忙 有本事 你自己穿过五百里迷雾 穿过无数的闪电和漩涡 进入魔鬼大三角吧 这应该 难如登天吧 哪怕你这个飞行兽再厉害 也抵御不了闪电和龙卷风 而且 就算你进入了魔鬼大三角 你能找到龙之剑吗 整个魔鬼大三角纵横七千里 你根本不知道 龙之剑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怎么找 那个妖魔大笑 所以还是放弃吧 神浪阁下 回去吧 这件东西属于失落国度了 你就不要想着再拿回去了 然而接下来 神浪却如有神怒一般 控制着大潮飞行 在五百里的黑暗迷雾中穿梭 他竟然能够躲开一切的闪电 一切的龙卷风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 精彩 继续 他竟然能够躲开一切闪电 一切龙卷风 这怎么可能啊 这些闪电和龙卷风 完全是随机的呀 神浪如何躲过呀 你怎么躲过的 那个妖魔颤抖 那这些龙卷风和闪电 看上去是随机的 但是实际上是有触发公式的 超过万年时间 龙卷风和闪电 都是按照这个公式 在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产生的 而只要让我进出两次 我就能用最快的时间内 计算出这个公式 并且找到一条 绝对安全的路径 真是不容易啊 整整要计算几亿次呢 那个妖魔再一次叹为观止啊 这一次他真的深深地体会到了那句话 神浪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就这样 神浪根据脑子里面的公式 计算出了绝对安全的路径 控制着大超有惊无险地 飞过了五百里黑暗浓雾 躲开了所有的闪电和龙卷风 进入了魔鬼大三角之内 而这一次啊 是真正进来了 魔鬼大三角依旧如同之前那样宁静美丽 不过随着神浪的出现呢 无数的海怪浮现在海面 几十几百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最大的海怪如同巨型城堡一般 但是啊 那个从西边失落国度废墟而来的 那个诅咒女皇始终不见踪影 但是他又仿佛无处不在 神浪不知道 他是如何从西边来到魔鬼大三角的 而且为何现在才来 但是神浪一旦透露出自己的身份之后 魔鬼大三角内的海怪就不能再伤害他了 因为他是江西的后人 他带着上古僵尸王界 某种程度上 是江西太子拯救了上古失落帝国 而且他还是美杜莎女皇的爱人 神浪阁下 你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但是 整个魔鬼大三角无边无际 纵横七千里 这里有无数的建筑 你能知道龙之剑究竟在哪里吗 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就叫大海捞针吧 神浪阁下 我还是那句话 你是江西太子的后人 我不能伤害你 也不能阻止你拿回龙之剑 但是 我却可以袖手旁观 你就在这里待上几年 几十年吧 都未必找得到龙之剑呢 这句话真是没错呀 真正的大海捞针 别说几十年了 就算几百年 也不见得能找到 事实上 失落妖母有绝对把握 神浪一定找不到 因为这只龙之剑 隐藏在一个最最隐秘的地方 但是 神浪却直接朝着目标而去 他控制着大钞 不断地伸入魔鬼大三角之内 朝着某个建筑群飞去 整整飞了三千里 停 神浪一声令下 大钞停了下来 直接悬浮在空中 这里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建筑群 但是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神浪悬停的地方 只是一片空白的海面而已 神浪闭上眼睛 开始回忆 开始掉出智脑里面的画面 神浪阁下 您放弃吧 放弃吧 您什么都得不到 您什么都找不到的 神浪在脑子里不断地计算 然后下令 大钞 往上飞一百八十九米 大钞最聪明了 直接垂直上升 整整飞了一百八十九米 一点不多 一点不少 大钞 往前飞十九米半 大钞又往前飞了十九米半 依旧是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神浪伸手一握 但是看上去 完全是空空如也 握住之后 他轻轻一抽 轰隆隆啊 顿时 整个海面开始站立 天空的颜色猛地变坏 那个妖魔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发出了不敢置信的声音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神浪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而且 还这么快 这么精准 此时 神浪眼前的画面仿佛电影抖动一般 她的手中多了一根东西 而眼前画面又是一阵闪烁 然后 一个巨大的雕像 就注立在海面上 这 就是美杜莎女皇的雕像 而且 是她的背面 神浪不敢去正面呢 因为一旦被她雕像的目光扫中的话 很有可能 就会直接魂飞魄散 而神浪抽出的是她雕像上的一根耳钉 这 就是龙之剑 这就是上古传说中最重要的那只武器 而刚才不管是这只龙之剑 还是美杜莎女皇的巨大雕像 那都是影形的啊 影形像画面是隐形 完全看不见的 那个妖魔颤抖地说 神浪 你 你怎么找到的 你从什么书上看到的 什么书都没有 还记得在西方国度失落国度废墟那里吗 嗯 每天都会出现巨型的海市蜃楼的光幕 这个光幕就是美杜莎女皇的巨大雕像 无数海怪看到这个雕像后 立刻陷入了迷嘴 停止了一切攻击 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 没错 确实如此 当时那一幕给神浪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哎呀 当时我就猜测 那个美杜莎女皇的雕像 应该在魔鬼大三角之内 因为这里算是上古失落帝国远征东方世界的 前线城市 也就是临时的黄都 尽管此时美杜莎女皇雕像是隐形的 但是当时那个海市蜃楼光幕上的那些建筑群的格局 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我只需要在海面上寻找符合建筑群就可以了 就算它隐形 我也依旧能够计算出它准确的方位 对方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时我看海市蜃楼光幕的时候 我尽管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了下来 但是却不敢多看 而这一次为了寻找龙之剑 我才把这些记忆给调出来 研究每一个细节 结果我发现 女皇雕像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藏龙之剑的 唯一的地方就是耳朵上 女皇陛下的雕像左耳没有耳洞 但是右耳却有 还有一个耳钉 那么它就是龙之剑了 神浪望着手中的龙之剑 没错就是它 已经和上古王界还有龙之核心装置产生了强力的能量共鸣 它不是一只剑 甚至也不是一根铁棒 它更像是一只剑 只不过中国古代的剑是四棱形的 神浪手中的龙之剑是三棱形的 上面没有任何符纹 没有任何的雕纹 看上去普普通通 大约一米半左右 它原本是很沉的呀 但是神浪握在手中却轻如无物 不是神浪力气大 而是因为有龙之核心装置 那么它不应该叫龙之剑了 而应该称之为龙之剑吧 算了 既然命名了 那就不要改变了 如今大功告成 得到了这宝物 就能够击败赢无名 而且是瞬间秒之 在智慧上 神浪真是无敌的 哪怕面对失落妖母 这种妖孽的对手 也是如此 失落妖母啊 我已经得到龙之剑了 你现在还要阻止我吗 此时 神浪眼前的画面 又是一阵闪烁变换 然后 梅杜莎女皇的巨大雕像 又再一次的隐形了 整个海面上陷入了沉默 失落妖母 我们曾经有过节 但是 我们并不是敌人 我们甚至是盟友 不是吗 上古江西太子 就是失落帝国的盟友 是美杜莎女皇的爱人 对方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那 你能告诉我 江西太子 为何要背叛 上古东方帝国 帮助上古失落帝国吗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 爱上了美杜莎女皇 我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 失落妖母依旧沉寂 神浪再一次说 失落妖母 我们不是敌人 真的 足足好一会儿 对 我知道 我们不是敌人 所以让你展露上古 江世王界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伤害你了 您能出来和我见一面吗 不 不必了 我不愿意 那您能告诉我 上古江西太子 为何要背叛自己帝国 他究竟给了美杜莎女皇 什么东西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秘密 美杜莎女皇 为何要来正讨上古东方帝国呀 无可奉告 您具体的身份是什么呀 您在上古失落帝国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您曾经建立过失落帝国第二帝国 哎 就在西边废墟那边 至少只有三千多年而已 无可奉告 失落国废墟那座大雪山之殿有一个金字塔 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里面究竟是什么势力呀 无可奉告 那 我的安琪拉阿姨呢 她还活着吗 活着 沈浪内心一阵振奋激动 她 那她在哪里呀 无可奉告 沈浪叹息了一声 好吧 那 我告辞了 不送 失落妖母阁下 再会 保重 对方寂静无声 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 沈浪拍了拍大钞 走吧 回家了 大钞 大钞展翅高飞 朝着北边飞去 几个时辰后 大钞再一次飞入黑暗迷雾之中 在沈浪的引导下 大钞顺利地穿过了五百里黑暗迷雾 冲出了魔鬼大三角 来到了外面的海面之上 沈浪回头看了一眼魔鬼大三角 这里面有事啊 而且孕育着大事 惊天的大事 不过 沈浪没有时间探究了 眼下的重中之重 就是击败阳无名 如今外事俱备 东风也来 击败阳无名 这是时间问题了 回去 接下来 就要展示龙之剑的神秘威力了 好朋友们 本期九十章 沈浪刚刚降落 怒朝城 张春华就立刻冲了上来 陛下 陛下 这几天肯定是我们的幸运日 一定是 他显得非常的兴奋 我有三个惊人的好消息要告诉您 您绝对无法想象 我们的实验室有了何等惊人的发展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 之前整整一两年时间臭眉不展 顺步难行 而忽然之间仿佛忽然开朗 然后 一个接着一个难题直接解开了 沈浪一个 究竟有什么成果了 竟然把张春华高兴成这样啊 不过呀 科学实验这种东西啊 真的很离奇 可能失败几千上万次 忽然有一天 接连成功了好几次 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就好像是胜利女神亲吻过一般 落地之后 沈浪直接被张春华拉到了巨大的地下实验室内 这位是唐安大学士 出生于天涯海阁 曾经是张玉英大学士的同事 您将天涯海阁图书馆抹去之后 他是第一批投降我们的 沈浪望向这位唐安大学士 发现他竟然是一个白人 带着厚厚的眼睛 头发杂乱 眼睛通红 颇有一种爱因斯坦的架势 沈浪陛下 事实上在天涯海阁我并不是一个大学士 而我甚至不是学士 我只是一个超路者 在49岁的时候获得了助理学士的身份 所以这个大学士还需要陛下的册封 唐安一边说话一边吸烟 他的身边呢密密麻麻都是烟头 哦 陛下 希望您不要介意我的抽烟 当然了 我对烟都是特制的 希望您更加不要介意 唐安每一次说话的时候啊 他要用力地甩脑袋 看上去非常的怪癖 因为他每一次研究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会用噩梦时刺激自己的大脑 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 哦 这是一个科学家疯子呀 唐安大学士说 哦 陛下 您本来是想要让我们研究 噩梦时步枪的对吗 我们采用了19种方案 主流的方案是如何将上古弓箭的思路 投放到步枪之内 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行不通 我觉得龙之力发射装置的思路 放在噩梦时步枪上比较合理 嗯 沈浪听之后啊 不由一呆 龙之力发射装置 那可是几十万斤呢 占地几百平方米的超人大物啊 唐安大学士说 所以要给龙之力发射装置做减法 没有必要的噩梦时装置就去掉了 并且进行缩小化 当然了 我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困难 于是我就去拆解上古弓箭 呃 去研究那里面的噩梦时装置 神浪又是一个呀 弓箭噩梦时装置和步枪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概用了19天的时间 我已经制造出来了 摆在您的面前的就是世界上第一支噩梦时步枪 我们的枪管是渡污的 子弹也是全钢的 弹头上同样是渡污的 而且完全可以抛开放射性的药物 神浪拿起了噩梦时步枪的实验性 真是一个大家伙呀 而且某种程度上 它已经不像是步枪了 枪管很粗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噩梦时装置 尤其是枪托里面更是复杂 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噩梦时装置 陛下 请您试射一下 神浪端起这支怪异的步枪 然后对准前面的标靶 猛的射击 神浪活时生吓了一跳啊 这子弹速度太快了 哎呀 他的智脑飞快记录画面 并且进行计算 这噩梦时步枪出速度 竟然高达了1300米每秒 这几乎已经超过了 地球的狙击枪的速度了 而且有效射程超过了3000米 也远远超过了上古弓箭和上古战弩 陛下 前面那个靶子 是浮屠山的地狱军团的铠甲 距离1300米 唐安大学士说 不管是地狱军团 还是血魂军团 又或者是诛天军团 这些超多顺利的秘密军团铠甲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表层镀一层乌金 然后里面是秘密合金 最里面是一层隔热层 目前沈浪这一方的任何武器 都不能击穿地狱军团的铠甲 哪怕是地狱火箭也不行 铝热计炮弹也不行 因为这些铠甲能够扛住 4000多摄氏度的高温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沈浪的军队 基本上无法投入战斗 接连几次的怒潮城危机中 都需要靠沈浪去冒险 需要用龙之毁这种战略武器 沈浪挥下的几万大军 都完全只能袖手旁观 因为没有任何武器 能够对敌人铠甲破防 这些军队去参战的话 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超脱势力的秘密军团很强 拥有惊人的速度 力量和敏捷 但是也是能够被杀死的 只要是能够撕开 他们的超强铠甲 沈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端起了这支恶梦式步枪 瞄准1300米外的 新式地狱铠甲 射击 随着沈浪直接扣动扳机 几乎是瞬间 仅仅只有一秒钟多一点点 砰的一声催响 那坚不可摧的地狱铠甲 直接被射穿了 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猎口 万岁 太好了 太好了 沈浪大为振奋呢 这真是伟大的胜利 从此之后 他的怒潮城军队挨打 不能还手 正式成为历史了 不管是涅槃军 亚马逊军团 骷髅党军团 都可以上战场了 沈浪终于有了大规模击杀超脱势力秘密军团的武器了 接着沈浪又戒连开了几枪 一口气将弹夹全部打完 直接将那个地狱军团的铠甲 就给打成了马封锅 浮渡山 你再牛拨 你再牛啊 你牛什么牛 有了这个武器 不但我能够在地面上用 我也能在空中用了 沈浪的大型飞艇早就制造出来了 但是一年多来 这些飞艇永远只能在战场上打酱油 最多只是侦察而已 而当敌人的血雕军团 尤其是上古突救军团 大规模升空之后 沈浪的飞艇连打酱油的机会都没有了 因为升空很有可能被击落下来 现在噩梦石步枪出来了 距离噩梦石重极枪也不远了 只要装备大型的飞艇上 那就能够对敌人空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而且现在沈浪瓦特计划早已经升级了 从蒸汽机升级到内燃机 这样一来 飞行的速度更加快了 当然了 一旦内燃机成功的话 那就意味着 罗勋奖飞机也可以进入研究项目了 毕竟最早的飞机 那就只是木头和帆布搭建出来的而已 我们曾经尝试过 用上古战舰的噩梦石动力装置 按在飞艇上 但是目前为止 还有一系列的难题没有解决 唐恩大学士说 赵中华呀 你说总共有三个好消息 这第一个是噩梦石步枪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而且是划时代的好消息 那第二个呢 这第二个好消息 也依旧和唐安大学士有关 请跟我来 接下来 神浪回到了地面 来到了雷州岛的一个秘密试验场上 这就是我们的小型龙之力发射装置 其实他已经完全摒弃了原来的龙之力构思 应该称之为大型噩梦石步枪 神浪看出来了 原本的龙之力发射装置非常奇葩的 完全就是一个超级巨弩的形状 而发射的龙之灰也是一只巨剑的模样 而眼前这个小型龙之力有点像火炮 但是又是正方形的 发射空却又是圆形的 无数的噩梦石装置缠绕在整个发射管圈身 龙之力 这龙之力的装置可以投掷一切东西 甚至包括上古能量核心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没有必要 我们完全可以固定客径 非常有道理 这样才会更加有戏 而且为了威力最大化 我们这个小型龙之力 主要是用来发射巨型炮弹的 唐安大学士说 巨型炮弹 有多么巨啊 两吨 神浪顿时心脏抖了一下 果然是巨型炮弹的 二战的时候 某某某制造了丧心病狂的多拉巨炮 全长近43米 炮管长度32.48米 整个巨炮重量达到了1350吨 发射的炮弹最重超过7吨 发射距离超过45公里 当然了 这种超级巨炮在战争 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这种小型的龙之力 总共有多重啊 16吨 16吨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期再见